二手烟侵害 该如何预防女性肺癌 自酿酒存在诸多隐患 该如何填补监管空白 老奶奶上了三十多年老年大学 为什么舍不得离开 更多精彩 近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女性肺癌 前不久国家癌症中心 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报告 在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因为全国肿瘤登记的数据 一般要滞后三年 所以这个报告的数据还是2014年的 根据这个报告 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 三百八十多万例 相当于平均每天有超过一万的人 被确诊为癌症 其中肺癌高居全国发病的首位 每年发病大约有七十八万多例 在这个报告当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 那就是不吸烟的女性她得肺癌的比例也在大幅度的上升 那专家就解释说 不吸烟女性肺癌高发 罪魁祸首就是那二手烟 报告说我国有超过七亿的女性和孩子 在家里公共场合遭受到二手烟的侵害 研究就表明 如果丈夫抽烟 那妻子得肺癌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百分之两百以上 另外炒菜的油烟也是幼鹰 有些女士就说 做完饭我自己都不想吃了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有实验就表明 油炸或者是热油炒菜的时候 PM2.5能够迅速飙升好几十倍 在通风比较差 燃烧效能比较低的兆具上做饭 相当于每天吸了两包盐 还有当炒菜的那个油温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让人出现醉油的情况 这个醉就是醉酒的那个醉 一旦你醉油就会出现食欲减退 疲乏无力等等症状 医学称为油烟综合征 如果醉油醉的多了 也就有可能诱发肺癌 所以专家就提醒 不吸烟女性预防肺癌 首先要对阿手烟说不 同时要正确使用抽油烟机 注意厨房的通风 做菜的时候减少爆炒和油炸的操作 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真爱肺部防烟防油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辽宁省阳某外贸公司的销售经理 外出办业务 中午休息的时候 移动考勤APP通过手机定位 发现他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为此他被公司通报批评 并罚款200 这位经理就有点愤愤不平 觉得公司不能要求员工 时时刻刻都在工作地点 而这手机定位考勤 就好像给员工套了一道紧箍咒 自从移动考勤APP问世 就成了不少企业的心宠 他们用这种管理方式来考核员工 认为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效率 给他们上发条 说起来 将科技进步 应用到员工管理方面 它本身没毛病 也是用人单位行使自主权的一个体现 但问题在于手机定位考勤 不能够滥用 更不能以考勤之名 侵犯到员工的隐私 过度干涉私人的活动 工作的时候 企业可以通过APP 来看员工是否到港 有没有迟到啊早退啊 但到了员工正常的休息时间 你定位考勤 就不能够太任性了 你像这一位销售经理 他是在午休时间去办私事 并非工作时间 你企业对他进行定位 并且处罚显然不妥 事实上人们的行踪位置 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定位啊 一般是公安机关享有的侦查权利 需要经过特定程序 你才能使用 你用人单位 不能像对待这个可疑人员那样 时时刻刻监控员工 那否则有点侵权啊 所以啊 这个企业啊 应该更科学 更人性化的利用定位考勤 充分征求员工的意见 要允许员工在休息时间 关闭定位功能 要实现讲优乏力 激发活力 要我说 企业定位员工行踪 这企业首先也应该找准 自己管理的定位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山西被保监会确认 将实行新的车险费改政策 这车主如果三年不出险 商业车险保费的折扣 可以低到三折 同时呢 还首度引入了交通违法系数 就是车主你违法次数越高 这个费率系数呢 就会越高 要交的保费呢 就越多啊 对车主来说 车险呢 那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有的人开车比较少 驾驶习惯又特别好 好几年都没有一个出险记录 但是交的那个保费 还是按照车的价格啊 来计算 车主良好的驾驶习惯 并没有在保费当中 获得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车险费率改革之前呢 那保费最低 顶多只能够打7车 现在随着改革的推进 低风险车主 可以享受低到三折的优惠 这也就意味着 不同车主之间的差异 可能不单单是几百块钱 有可能上千啊 这就会督促车主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遵守交规文明开车 更值得期待的是 这一次改革还引入了交通违法系数 违法次数的多和少 直接和保费啊 来挂钩 那之前人们就期待 能对违章次数少的司机进行奖励 不少地方也进行过类似的探索 你像最近河北啊 就启动了一个零违法油奖励活动 就是给一百天零交通违章的自律好司机啊 送油 送汽油 事实上啊 交通违法与保费联动之后 那奖励呢 就常态化了 有助于司机啊 自觉提高安全意识 变成好司机 车险费改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自主权 让好司机收获到看得见的奖励 这安全意识啊 就一直会在路上 欢迎回来 前不久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 当地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 为了给两名外教办理这个任职申请 明明知道两个人没有学历证书 竟然委托他人制造这个虚假学历证书 还贴上了伪造的驻外大使馆的认证书 结果呢 被相关部门当场截获 现在相关涉案人员 以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获刑 这也是北京首例伪造外教证书案 这个案件呢 也让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黑外教现象 是浮出了水面 现如今这个外教啊 已经成了英语课的一个标配了 旺盛的需求 监管的缺位 就导致这个市场啊 鱼龙混杂 很多留学生 只有学生签证 没有教师资格 他也去当这个外教啊 培训机构啊 幼儿园呢 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洋面子 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这个资质 只要是个外国人 就给他上岗 你像前面说到的幼儿园的负责人 亲自帮这个外教啊 来造假 混乱程度是可见一般的 没有教师资质的黑外教 那教学质量就参吃不齐了 有些英语培训机构 请的是非英语国家的外教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 也是后来学的 跟咱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还有的外教啊 不懂孩子 不懂教育 课堂上照着课本念英文 其实啊 对于这个外教啊 我们有着严格的规定啊 如果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 需要提供 经我国相关部门认可的 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证书 而母语非英语的外国人 除了学历证明 还需要提供大学所学 专业为英语的学历证明 等等材料 不仅外教需要辞职 一些地方对办学机构 人家也有要求 比如青岛就明文规定啊 培训机构 要有外专局认定的 聘请外教资质 才可以请这个外教 所以啊 聘请外教 还是应该严格 按照规定来 不能光看脸 把对资质的考察 致知度歪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南都周刊 文章标题 想要说外语更流利 喝一点酒试试 说这个最近啊 国外某医学杂志啊 发了一篇论文啊 说人们喝了低剂量的酒精之后 再去学外语 口语啊 会变得更加的流利 因为这个酒精啊 能帮助人们克服紧张 压抑和拘谨啊 就像有一首这个宋词写的啊 叫日日生悲久满 朝朝小谱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 无拘无束无哀 这喝酒学外语啊 它产生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 无拘无束无碍的效果 在这个状态下啊 不仅是学外语 事半功倍 你啊 那些艺术类的创作 也会变得灵感如泉涌 你像咱古代 有很多诗人 那就是无酒不成诗啊 比如李白 那是诗从酒中寻 还有诗侠这个刘叉 他自称是这个 酒长宽四海 爱诗胆大于天 那书诗呢 那也是老夫疗发少年狂 酒憨凶胆 尚开张 这科学家呀 就发现 酒精啊 不仅能壮诗胆 血胆 怂人胆 人家呀 还能提升学习的效果 你像自然杂志就提出 适当饮酒 它还有助于 将喝酒前的短期记忆 转化为长期记忆 因为酒精的摄入啊 部分阻断了大脑 对其他信息的这个接收 让它更专注于 你接收喝酒时 学习的记忆 不过最后 科学家特别提醒 这喝酒学习啊 不是喝得越多越好 而是要适可而止 你想啊 你都昏昏沉沉 喝断片了 还记啥呢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小酒一清 大酒伤身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四川达州 突降暴雨 导致部分道路积水 为了能让水位下降的快一些 执行交警啊 脱掉鞋袜 徒手 这个逃这个堵在下水道的垃圾和树叶 过往车辆 看到如此情景 纷纷放慢速度 日本一只小狗 最近是走红网络 长相萌萌的 特别是他那一对这个迷老鼠的耳朵啊 圈粉无素 不少人表示 已经彻底被这一对毛绒的耳朵给融化了 湖南称州第一人民医院 王义军医生给病人喂饭 这病人呢 被毒舌咬到 行动不便 没有亲人在身边 王医生主动当起了保姆 给他喂饭喂水 翻身插背 细心照顾 这就叫医者父母心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自酿酒 前面九啊 北京对一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进行了清理和规范 其中自酿酒成品安全检验合格报告 就成了被清理的一项 这也就意味着 今后啊 自酿酒在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时候呢 不再被强制要求提交安检报告 自酿酒的审批将变得更便捷 不过啊 审批是便捷了 但人们对自酿酒的安全 却产生了一些个疑问 你比如啊 取消审批之后 我们将如何保障这个 自酿酒的安全和消费者的权益呢 记者调查就发现 目前这个自酿酒市场啊 种类繁多 渠道多元 它既有专门的自酿啤酒吧 也有餐馆自营的特色酿酒 一些个电商售卖的自酿酒 那更是五花八门 什么虎头风酒 什么雄产鹅酒 还有蜈蚣药酒等等 从原材料到酿制的方式充满了噱头 但这些个自酿酒很多都没有安全认证 生产者呢 生产者呢 也没有相应的生产资质 这令到消费者啊 感到不安心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之前才会争设这么一道门槛 让经营者出去第三方机构的检验合格报告 遗憾的是啊 一些第三方机构 得了人家的钱 出去的这个安检报告啊 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呢 给钱就给他出事 所以这一次呢 北京清理掉了自酿酒安检报告 其实呢 是向造假者说不 那么清理掉这一道安全屏障后 我们今后又该如何保障自酿酒的安全呢 相关部门就表示 过去这个安检报告制啊 注重的是前期的把关 但后续的监管呢 就有所缺失啊 现如今 虽然取消了安检报告 但今后会加大抽查的力度 政府部门亲自监管 并将监管呢 贯彻经营的始终 都说食品安全无小事 我们就希望自酿酒的监管 不再出现 今朝有酒 今朝过 明日抽来 明日抽 欢迎回来 最近几年 朋友圈卖私房美食 手工美食的人呢 越来越多 这些商家都宣称 自家的食品 纯天然 无添加 不同意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产品 味道纯正 口感地道 套用一首歌 叫我们不一样 这些手工美食 真的如商家宣传的那么好吗 纯天然无添加就真的更营养 更安全吗 恐怕未必 在食品专家看来 手工美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营销的噱头 你比如商家宣传的无添加 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体 你看 食用盐当中有抗结晶剂 食用油当中有抗氧化剂 处理又有防腐剂 这些都是制作食品必须用到的原料 你商家宣称的绝对无添加 那就是忽悠 而且过于追求纯天然 并不能保证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你像有些妈妈 她选择给孩子喝刚刚挤出来的鲜奶 觉得更天然 但事实上配方奶粉 她当中添加的一些营养物质 更有利于人体吸收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朋友圈的手工美食 都是在自家厨房小作坊生产的 制作者他自己的健康状况 制作过程的卫生安全 没办法保障 不少卖家直接开网店 很少主动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 这些都增加了食品的安全隐患 其实朋友圈的手工食品 同样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 要有标准可依 有规矩可循 要合乎这个法律规范 你比如 生产场所要达到卫生标准 食品原料要可追溯 这食品储存 这个运输 要注意控制条件等等 要我说 手工制作的食物 安全是前提 合法是底线 这两手都要印 接下来关注浩雪奶奶 说武汉老年大学 有一位彭奶奶 今年97了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 我们来看 这是奶奶自制的一块标牌 上面醒目地写着 老人头脑要灵活 只有每天上大学 为了贯彻这精神 彭奶奶天天挂着这个标牌 去上学 是风雨无阻 到今年 都已经上了32年的课 现如今 她都成了武汉老年大学 年龄最大 在校学习时间最长 还有学习课程最多的 一个学员 尽管快百岁高龄了 但她仍然不肯毕业 坚持要留在老年大学上课 今年更是报了十门课程 为了老人的健康和安全 那子女就纷纷轮班 加入到陪读的行列 一时间 这么一个不肯毕业的 好学奶奶 引发大家的讨论 有人就觉得 这种好学精神令人感动 还有 她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钦佩 要知道 彭奶奶这几十年学下来 书画记忆是炉火纯青 多次参加全国画展 有好几十件作品获奖了 其中有些作品还被人民画报社收藏 不仅如此 她还被聘为中国书画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还是湖北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老人取得这么多成绩 活出了不一样的西洋红 那还真是印了那句古诗 叫蛟龙日暮 环形于老树村生 更浊花 不过也有人就不同 就说呀 这彭奶奶的学习精神倒是值得肯定 但老人啊 年龄太大 她需要老年大学做那么多的保障工作 需要子女更多的保护和关怀 那此外 老年大学路学难就是一个问题啊 老人千方百计你待在学校就是不肯毕业 有些科目学老也还要反复再学 某种程度上就加剧了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窘况 还有社会学家呀就认为 老年大学的火爆 它折射出来的是老年人对精神空巢的逃离和恐惧 当老年大学成为老有所乐的单一的渠道 那么浩雪奶奶她三十多年不肯毕业 就会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 浩雪奶奶三十二年不肯毕业 在我看来是给咱那提了个醒 一方面 如何让老年大学汇集更多的老年人 这需要更多的制度保护和人文关怀 另外一方面 老有所乐的渠道应该给她多元化 不能让老年大学成为唯一的选择 唯有这样双管齐下 才能够让97岁的浩雪奶奶只见佳话 不见尴尬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太空的话题 浩瀚的太空充满了神秘和未知 关于它呀 人们有无数个问题在等待破解 最近天州一号飞船总设计师白明生 公开解答了一些个问题 引发关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宇宙到底有多大 白明生就说了 目前科学家探测到的宇宙 大概有900到1000亿光年 咱们人类能够探测到的地方 大约有200多亿光年 这是宇宙大小的问题 还有人就问 有一种理论觉得 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多元宇宙 有很多个可能的宇宙共同组成 这些宇宙被称为是平行宇宙 那么这种理论可信吗 对此白明生回答 说平行宇宙这个概念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时光隧道 穿越到过去 想要证明它 还需要人类的科技 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才行 那接下来又有问题啊 和火星有关 说近些年来 人类的航天探测器啊 在火星上发现了一些线索 这些线索表明过去的火星 可能存在流动的水和生命 所以呢 有科学家呀 提出大胆设想 将来人类可以到火星上去居住 那么人类有没有可能居住到火星呢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 白明生回答 说是有可能啊 五载人的登陆火星和返回啊 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呢 要实现载人的登陆火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球到火星 大概是五千五百万公里 去一趟要带购吃的喝的 人类现有的这个飞船啊 带不了那么多吃的喝的 去火星比较困难 那去月亮呢 目前国外已经有人登上了月球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载人登月 对于这个问题白明生回答 中国人肯定是要上去的 咱们国家正在制定和论证这个计划 在2020年左右会启动载人登月的初期计划 此外白明生还说呀 载人航天不仅有政治意义 技术意义 还有很多和老百姓有关的经济意义 你比如著名的阿波罗载人航天工程 它的实施啊 一共是产生了三千多项的专利 其中有一千多项呢 已经转移到了民用 你讲方便面当中的干菜叶调料 就是当年为了让航天员能吃到蔬菜 特别研制出来的脱水蔬菜 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穿的气垫运动鞋 这种鞋的原型也是航天员的登月鞋 从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到卢京 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从来没有停过 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上下求索不停息 我们就相信啊 这个未来啊 会有更多的发现和发明 帮助人类实现太空梦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读周刊》 文章标题 人体细胞只占人体的43% 说过去啊 学界都认为 我们人体的细胞数量和微生物的数量 是10比1的这个比例 但最近的研究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就是什么呢 你身体一半以上的细胞都不属于人类 而是属于微生物 科学家就揭示啊 人体细胞啊 仅占到人类细胞总数的43% 其余的57%啊 都是微生物啊 无论你怎么洗 洗得多干净 你身体的每一块领域啊 都有微生物在那儿驻扎呢 这些微生物里边呢 就包括细菌 病毒 增菌和骨生菌 仔细算一算 大概只能有43%的人咯 听上去真是匪夷所思 但科学家说了呀 更匪夷所思的呢 是构成你身体的人类细胞 不仅本身数量比不过微生物 就连基因的数量也比不过它 因为人类基因组啊 有两万个遗传因子 但是我们体内微生物呢 人家已经达到了两千万个遗传因子 这比人类基因的数量 要高成百上千倍 真是厉害了 我的微生物啊 那么这么多强势的微生物群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呢 那影响大了去了 他们能辅助消化 调节免疫系统 预防疾病和制造重要的微生物 那简直就是人呢 身体运转的头号工程 此外呢 一些个病症也是由微生物失调引发的 你像帕金神症 抑郁症 自闭症等等 都和微生物群的状态啊 息息相关 甚至呢 抗癌药物产生作用 也要靠微生物来帮忙 科学家呀 通过对他们的研究 就能更好地利用微生物 为人类的身体来服务 有专家说呀 这一次的惊人发现 不仅对人的含义 提出了新的界定 更是为医疗领域提了新的思路 为咱身体呀 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目前 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 微生物群能帮你减肥 说胖子和瘦子啊 这个微生物群的代谢方式不一样 科学家实验就证明 如果把胖子身上的细菌代谢物 移植到老鼠的身上 会让老鼠变胖 而移植到瘦子的身上的细菌呢 又会让老鼠变瘦 这惊人的发现 目前还没有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 但如果真的起作用 那吃货的福音就来了 怎么吃都不怕胖 这样的小微 你喜欢吗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 书店是公寓 这说的是国外的一种新型的客栈 它既是住宿的旅设 又是24小时的书店 还是一家咖啡厅和清酒吧 来到这呢 只要到前台存好行李啊 包裹啊 就轻装上证看书吧 走进这个书店呢 一股木头的香气是扑面而来 里边摆放许多的大书架 每一个书架呢 都是一个独立的床铺 你躺在里边 就可以整着书本 伴着书香入眠了 累了 脏了 可以去隔壁的洗书店 渴了 饿了 可以去旁边的清酒吧和餐厅 看书 有感而发 还可以和旁边的书友交流交流 没准呢 还能够来一段美好的邂逅 如果想要更私密的空间 还可以去楼上的女性专用楼城 离开的时候 如果书没看完 你可以掏钱 把它买下来带回家 叫看不完兜着走 有人就说了 躺在这样的书本上 感觉做的梦 都是清新甜美的 除了书架式床铺 这里还有自然露营的书店 这个书架旁边是草坪地毯和帐篷 为读者营造出 自身大自然一般的读书的环境 书店是公寓 面对这优雅的书本森林美景 你肯定会想起那句话 如果有天堂 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终于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演乐 小的字幕最后一番打的 小的字幕最后一番的 剧场费 最后一番的 最后一番的 优优独播剧场aj 读独播剧场 询